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由云末工作室制作的历史小视频 应读者要求,本期我们来聊聊阳台风水 风水学说在中华大地传承数千年 到了现代,信的人有不信的也很多 信与不信取决于自己 不过就算不信也能求个心安不适 现代中国正在处于加速城市化进程之中 不管正经名流还是升斗小民 所居住的屋宅无论是别墅还是商品房 绝大多数都是配有阳台的 阳台作为家中吸纳阳气的重要部位 其风水不可不讲究 就让我们来看看哪些值得规避的阳台破财风水吧 阳台被道路直冲 丁字路尽头的楼宇屋宅 最容易犯这样的风水禁忌 道理很简单 街道上的煞气犹如猛虎铺石般直对着阳台 如果路上车水马龙煞气会更重 久居必出事 要想发财更是遥不可及 可行的话解之道是 用八卦镜或者凹镜悬挂于阳台上 泄化煞气 二 阳台正对这些场所 即是指阳台对着庙宇 教堂 医院 殡仪馆 监狱 坟场等 或是对着形状无比丑恶的山岗建筑物 不但会影响家人身体健康 也会给家宅财运风水带来很不利的影响 让好运从你身边悄悄溜走 三 正对天斩煞 所谓的天斩煞 即是指两栋楼宇之间有一条很狭小的空隙 好似被人用刀从天上半空拦腰斩成两半 如果屋宅的阳台正对着天斩煞 是大凶的风水 居住期间家人容易犯雪光之灾 退财和破财自然更是难以避免 三十六计唯有搬走为上计 四 阳台对着反公路 如果屋宅外的弯曲道路背部对着阳台 这也是不吉利的风水特征 煞气甚重 家眼难兴 求财不易之兆 我们只是在传播传统文化 信与不信在于您的判断 好了 本期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您有什么想了解的 想要对我们说的 可以给我们私信或者在下方评论 您的兴趣就有可能成为下期的节目 不要忘了关注我们 再见